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身体状况成不如此 我选择了正确的安乐史 自身体育主播傅达仁 昨天在瑞士自主山中读愿此事 他三千成提到 若不是台湾没有办法执行安乐史 他也不会远赴瑞士客死异乡 这让安乐史议题再次复杂了一面 他是王小明 1963年他当年17岁 就读北俄女担任管乐队指挥 正值七春年华的他 遭基层车装上脑部作创 成了永久性的植物人 王小明双亲担心自己过世之后 女儿没有人照顾 在1982年向立法院请愿 要求输定安乐史相关法律 让女儿得以从病痛折磨中 获得解脱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起安乐史请求案例 曾在当时引发近日的评论 照顾的人 毕竟比他老 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可以体会说家属照顾的心 但是这个法律上面 就不允许 当时的法律只有刑法 医治法医疗法都不允许这么做 后来这个请求案例不及而终 王小明母亲赵喜连 在1999年因为胃癌去世 父亲王云雷 在1999年也因为孩子过世 王小明改由妹妹们委托 专业机构看护 躺在病床上一共47年 直到2011年过世 当时的法律根本也没有允许 有这样子的安宁王药条例 也没有什么默契病人的定义 要保障默契病人的权益 这个当时都没有这样子的法律 安宁王药条例可以解套 那有两位一支相关的专科一支判断他的默契 那才有办法去由家属提出同意书 来提出这样的主张 那才合法